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整理了一下 非常多韩国网友们认同的一篇文章 K-pop饭圈非常奇怪的男女爱豆双标现象 在那之前想要拜托大家 请求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影片里出现的所有爱豆们 都没有做错一点点的事情 因为要举例男女爱豆们的双标内容 会提及到一些爱豆们 绝对不是想要抹黑他们 如果还是觉得很生气 是我的错 身材管理 身材管理是爱豆们最基本中的基本事项 但是部分网友们 好像对男女爱豆的标准不太一样 有些爱豆即使外表显得有一点点胖 也会被认为这只是健康的体态 甚至会有人说 这是打破了大众对爱豆的外貌偏见 非活动期间放松一下自己怎么了 我叫我爸最近看来是压力太大了 但是对于女爱豆的反应却非常不一样 对他们的身材管理标准很严格很严格 甚至是因为病情导致的也一样会被指责 说病了只是借口 不是说最近减肥了吗 怎么又变胖了 和队员相比真的好胖 是不是太放松自我管理了 你去照着镜子 霸凌争议 虽然不论性别 只要发生霸凌争议 就会遭到非常大的指责 但是男爱豆通常会被粉丝们原谅 只是觉得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 但女爱豆一旦发生霸凌争议 大部分都是以退团结尾 用两只手吃东西 17成员的Toggen 在In the Soup 2 有两只手吃饺子的画面 当时网友们粉丝们都觉得 Toggen吃香好可爱 甚至还做成了动途表情报 但是对两只手吃草莓的爱不抢妄妞 部分网友们却表示 两只手吃草莓太夸张了 根本就是在装可爱 不是 嗨豆本来就可爱啊 难不成女爱豆要 我喜欢这样吃草莓 我还会吸之物 舞台上脱上衣表演 在舞台上男爱豆脱上衣表演 通常被视为性感和热情 认为这是展现魅力的一部分 大部分都是称赞欣赏 实力呆及舞台亚真的太帅了 腹肌真的是艺术 氛围感满满 哇真的好性感 但对于女爱豆性感服装的表演 和男爱豆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基本上都是戴着有色眼睛看待他们 露出内衣的舞台太色情了 这真的是性感吗 只看到了地宿 根本就是在杏山癖画 对于男爱豆们 私下一起玩耍打帽的场面 网友们会认为 这是关系好的人之间在开玩笑 朋友之间的深厚友情 但对于女爱豆们的一个眼神一个举动 就会被认为是对内霸凌成员间感情不好 就像之前也发过影片的 Blade Pink杰尼和Lisa那件事一样 当时杰尼还被骂得特别严重 说什么人品差 把成员们当成侍女等等 然后 在之前爱情人时期也被传过对内不合的谣言 关于爱豆们的私生活 一直是粉丝们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涉及到抽烟汗去夜店等行为时 男女爱豆之间的双标现象会变得更为明显 男爱豆即便被爆出类似行为 粉丝们往往会轻描带写 认为这是他们的放松方式 成年人该有的生活 但是女爱豆一旦被爆出类似情况 常常会面临严重的批评 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形象和事业 不知道饭圈中的双标现象 是不是只有韩国这样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在大家国家的娱乐圈里也会存在 男艺人可以在一些行为上被轻松原谅 女艺人则要承受更多压力的双标吗 订阅一下